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一直以来都是以经商为主 很少涉足政坛 可是就在半年前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 那就是有一位华人成为了雅加达首都特区的第一位华裔首长 他的名字叫做钟万学 我们走进他的故事 印尼首都雅加达位于爪哇岛西北部 是印尼最大的城市 也是印度尼西亚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里生活着一千多万人口 每个星期一 雅加达市政厅都会召开雅加达全体官员的会议 一大早就有很多媒体记者聚集到市政厅 他们都在等待钟万学 希望能从他这里听到有关市政府的新决策 我们在雅加达市政厅的会科室见到了钟万学 虽然钟万学的中文并不熟练 采访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 但是他坚持用中文接受采访 钟万学就从他的家世开始了解 我的公共从广东来 可是我的婆婆就是本地的人 本地的华人 然后我的妈妈的父亲母亲就是未同就生的 可是他的公共婆婆是从美县来的 48岁的钟万学是第三代华人 就在半年前 他被印尼总统正式任命为雅加达特区的首长 在印尼 雅加达特区的首长就相当于省长的职位 从任命后到现在的半年时间 对于钟万学来说可谓不寻常 刚刚一上任 钟万学就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鼓励民众与他联系 几乎每个星期 他的手机都会收到5000个短信 他还强力整顿公务员系统 也正是由于他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 得罪了不少人 1000个朋友不够 一个人的敌人 敌人 很多 我讲这个话的对的 可是不对给我们做管理的 如果你要做这个reformation 你要改变 你要帮助人民 你要听好听这个的话 一个就很多了 钟万学并没有军旅经历 他穿的是政府的工作服 在做雅加达特区首长之前 他做过印尼国会议员 雅加达特区副省长 东乌李洞县县县县长等职务 从2004年从政到现在的十余年间 他的做事方式一直以强硬 不怕得罪人著称 一直都是印尼大众关注的焦点 2012年在他竞选雅加达特区副省长期间 还遇到过死亡威胁 因为全人会到你的家来吵闹你的家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我报警察很多 如果不是他们就取笑我了 知道你怕了 如果是怎么样呢 我是决定不要叫警察 我就跟我的太太跟我的三个孩子讲 最大就是十六岁 十五岁 我跟他讲 2012年的时候 我跟他讲 很多人有坏蛋的人要来 你全个人 可是你儿十二岁 他讲 如果真的是怎么样了吧 就是你孩子 如果我们真的是什么样 我跟他讲 我们上天堂 最终 白头没有赶上门 中岸学化险为夷 像这样的威胁 他面临不止一次 谈起这些 中岸学都一笑置之 我也要怕 可是如果天注定 你都要死今天 你怕也是死嘛 所以为什么你要怕嘛 就不必怕了 印度尼西亚90%以上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而华人只占全部人口的2% 中岸学有着既是华人 又是基督徒的这个特殊背景 那么他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雅加达特区历史上 第一个华裔首长的呢 中岸学28岁大学毕业 拿到财务行政管理学硕士学位 之后走上了经商之路 本来他的理想是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但是父亲的一番话让他弃伤从政 所以我的父亲讲 我们最好是做管理 不是做老板 我想为什么如果我们有 一千 一千亿亿亿亿亿 你可以帮助五百千 两千人 因为你就没有了 你没有这个钱 每个月都帮助的 如果你有帮助这个人 你可以帮助两千人 我们的村就是九千人 怎么样帮助他们 如果你做管理的时候 你就可以帮助一个村的人 一个保的人 从政第一步 中岸学决定从自己的家乡 东物里洞县开始 在他38岁时 成功竞选东物里洞县议员 可刚做了七个月 当地人就鼓励他竞选县长 所以他们就跟我讲 为什么你不要做我们的县长 在那边 我说哪里会呢 九十三 八千就是悔教徒 我是基督徒 我是法人 我的公共从中国来到这个部里洞 哪里可以做这个的 他们讲 不管你要做我们的县 我说为什么呢 我没有给你们钱 不必 因为我们知道你真的为我们做 在做县议员的时候 中岸学做了很多帮助贫困人民的提案 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实施 中岸学明白 要想为大家做更多的事 需要拥有更大的权利 2005年 中岸学高票当选 东物里洞县县长 在担任县长期间 他积极为底层人民争取福利 给贫困人家的孩子免学费 改革社会医疗制度 给老年人提高退休金 由于中岸学务实的工作作风 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多福利 其他县的人们找到他 希望他能竞选省长 但如果他要竞选省长 就必须先退出县长的职位 他们讲怎么样呢 如果你要退呢 我讲为了你们 我退 没关系 所以我就退了 退就是先省长了 2007年 中岸学正式参加 邦家物理洞省的省长选举 并且票数一路遥遥领先 可就在统计选票的当天 意外发生了 在统计选票的当天晚上7点 中岸学还领先对手7000票 可就在这时 突然停电了 等到晚上11点的供电恢复之后 他的竞选对手 突然比他多了4万票 中岸学上诉到竞选委员会 竞选委员会让他提供人证 这时有好多人愿意挺身而出 为中岸学作证 这是回教主马来人 我问他 为什么你很大胆做见证 你知道这是很危险吗 有的人民很讲 我是要哭 听到他们讲 我们就没有希望的人 我问为什么 我们没有希望 我们的希望就在意 我听到就有哭 虽然有很多人出面作证 但是中岸学最终得到的答复是 要想当省长必须先交50万美金 这时他的朋友表示 可以在资金上出手相助 中岸学面临着要么送钱 要么放弃省长选举的两难选择 中岸学的太太所说的是一个圣经故事 耶稣被犹大出卖之后 到了逾越节这一天 按照当时的法律 总督每逢逾越节都必须释放一个囚犯 然而众人却一起喊着说 除掉这个人 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巴拉巴是在城里作乱杀人的强盗 中岸学明白太太的意思 是问自己要保持自己的信仰 还是愿意出钱来做这个省长 一个国家 是派 为了他的官员 很喜欢吃钱 然后拜批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可能做这样 所以我想 我不要做了 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 最终中岸学放弃了省长的选举 中岸学的太太林雪莉 出生在印尼 是祖籍福建省的第三代华人 一直以来 中岸学忙于工作 太太都是她的贤内助 给中岸学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2012年 现任总统佐科和中岸学搭档 成功竞选雅加达省长和副省长 她的太太也进入雅加达市政厅 帮助处理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的工作 2014年 佐科正式升任总统 任命中岸学出任雅加达特区的省长 我相信最终要做人 就是 你的想法 你的心 跟你的口 讲一样的 所以你跟 一百万人 两百万 五百万人 讲话 你又不怕了 因为你会 你讲 一样嘛 你的想法 你的心 你的口 一样 所以你怕什么 中岸学的任期到2017年 三年任期内 他会把市政重点放在 缓解雅加达交通拥堵 提高劳工最低工资标准 和提高官员执政透明度上 中岸学说 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 自己也会坚持信念 为建设印尼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